康陵村位于北京十三陵莲花山东路 得名于明武宗诸后赵之墓 康陵 据说全村七十户人家 都是明代守陵人的后人 今年三十八岁的赵立军 依然守护着祖先的承诺 东风见世 炸暖还寒 对赵立军来说 一年里他最期待的时节就要到了 他要好好准备一番 在二十四节气中 立春是第一个 春是温暖 也是生机 是一年的开始也开启了整年的劳作 中国人对春天的礼赞 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像往年一样 历春这天 康陵村的人们家家户户地要吃春饼 吃春饼迎春的传统 已经演化成家常的习俗 在大锅上烙制的烫面薄饼 既是食材也是容器 将开春的各色食蔬嫩芽卷入圆饼之中 手中握住的是满满的春意 保藏着春日的抖擞和希望 立春之前 赵立军就发好了今年的第一茶豆芽 立春讲究吃新菜 把生机包进食物里有着世代繁衍的深意 康陵人家的春饼会用黄酱 肉丝 豆泡 木耳炒制酱料 配以各色鲜酥 以豆芽为主料 做成清口拌菜 给春饼补充鲜爽多汁的口感 寒进春来 康陵人喜欢给春饼以丰富的搭配 色浓味醇的酱肘子 是赵立军的拿手好菜 扣肉也是辅佐春饼的一道美味 用北方的雪里红搭配 给肉的浓香增添了春日的清新之气 古人体味春天的方式更显精致 在宫廷古方中 春饼中的酱牛肉 一定要选牛小腿内侧 筋肉纵横的金钱件 软嫩酥香的摊鸡蛋 山东葱白 四川无须豌豆苗 再以香菜点缀淋上甜面酱 由极具韧劲的五彩春饼包裹 造型通透乖巧 却将满园春色尽收其中